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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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聽說現在缺雞也缺蛋了 快完蛋了嗎 雞蛋概念股還會噴 還有今天台股創新高 前股王的復仇 光學股全面噴出 中國國務院發布 數字中國概念股狂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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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欸 笑慘 你是什麼啦笑什麼 我是瑟澤啦 我是瑟澤 你是咲克 我是Nuna 她在笑我的動作很好笑 我在笑她 很詭異啦 妳這是什麼 上面是什麼 我這是蛋啊 妳這蛋喔 缺蛋 好啦好啦 又叫你蛋餅妹妹是不是 還是叫什麼 荷包蛋 荷包蛋妹妹好不好 是說你的臉像荷包蛋一樣嗎 好啊 不行 不行喔 像雞蛋可以 像雞蛋 聽說這個今天要標題叫什麼 前骨王的復仇 關懸骨全面噴出 哇 大力關整個噴出去了好不好 台骨快完蛋了啦 結果完蛋是好事情 因為雞蛋幹電骨還會噴嗎 不論雞還蛋都會噴喔好不好 這個中國國務院發佈這個 數字中國概念股狂飆 什麼叫 狂飆 倫拉今天不行喔 什麼叫數字中國概念股啦 好不好 沒關係啦 吃個東西解解膩啦 對啊 押押筋好了 押押筋啦 雞排要講價 聽說這是網路上講的第一名雞排 比那個胖老爹還好 是最新串出來叫什麼 美墨炸雞 美墨炸雞喔 它皮很厚耶 你在吃什麼 你看看我啊嗯 然後鏡頭都tag得到我的啊嗯 可是蠻Juicy的耶 真的耶 蠻Juicy的耶 這滋味噴出來耶 外汁味嫩 非常好吃 嗯 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雞腿 真的嗎 嗯 我們福利座有個好處 因為我們沒有業配 對 我們不屑業配 對對對 對 沒有業配要籌碼 有時候籌碼太便宜我們就算了 對啊 嗯 美墨炸雞比胖老爹還好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嗯 真的很好吃耶 大家要吃一下 我們其他三位分析師 到底偷吃起來了 第一位 專業又帥氣 又高大的 合雞頂分析師 可是膝蓋不好的合雞頂分析師 來 可以不要加膝蓋不好嗎 今天還有雞吃 我真的覺得太開心了 因為全台都缺雞缺蛋 既然今天的雞排 它沒有 沒有不加雞肉 今天的雞排真的有雞肉 我們吃起來真的很好吃喔 欸它把那個雞 那個汁 那個juicy的地方都把它存起來了 對啊 對啊 真的蠻好吃的 肉汁都鎖住了 對肉汁鎖住了 所以你看最近都缺雞 缺雞缺蛋的概念股 還值不值得啊 大家繼續有留意 可以繼續看我們節目喔 老師你不要打劫 好不好好不好吃 太好吃了 好不好吃 太好吃了 老師如果喜歡雞頂老師 這個雞啊 現在很缺雞啊 這邊 有LINE 和雞頂老師 好不好 這個人的LINE 注意一下 第二位 也是那個 這個新好男人 您漢偉老師 漢偉老師你好 漢偉老師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吃的雞 我剛才先吃了一口 真的很juicy啊 也就是說 現在台灣是在缺雞 缺蛋 缺水 你真的吃這個 我覺得 要 真的要惜福啦 真的非常的幸福 還有缺藥啊 老師 不能噎住啊 缺藥知道嗎 嗯 缺藥 好不好 藥還好 其實很多學民藥可以代替它啦 我覺得缺雞比較痛苦啦 是 缺水比較痛苦 老師要不要吃 Juicy嗎 很好吃啊 很多汁 不想要再定嗎 回購率怎樣 百分之百 對 很下次可以吃兩塊 你可以吃兩塊喔 你也喜歡吃炸雞嗎 不是 我說 下次節目可以加碼 也很快 我昨天也會吃過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又要餓手 他每次要吃人家餓手的啦 對啊 第三位 已經受不了 很想吃 我一定要讓 第三位 來來 陳昱恩老師 哎呀 你看 你看他這位節目效果 他應該偷吃一口 他發現很好吃 他一直在等 他一直在等 我管他要把他快晚 我想要不行 這樣子這個 咬著這個畫面就沒有了 對 故意幹一下 好 欸可是人家吃飽 人家會想睡覺耶 怎麼辦 他人家會發呆 因為吃炸的 很容易想睡覺 很容易想睡覺 你不講還好 欸 小孩你會想吃嗎 你會介意嗎 很好吃耶 OK喔 真的喔 真的喔 好 下次再說定 我們應該給那個導播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不敢吃全部 我吃完全部我都會想睡覺 對啊 欸老師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喔 算你心目中排第幾名 基本上我是雞 雞大師 你是 不是你是雞不折食的人 我是雞大師嗎 沒錯 沒錯沒錯 就是雞我其實蠻有研究的 是喔 真的喔 這種雞都有吃喔 對 那你有什麼雞 土雞都有研究 那蛋有什麼蛋 而且 而且 你這蛋有很多種嗎 雞有在很多地方 你要扯遠好 掰不下去 我知道你的 什麼地方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沒有 我講比如說肉雞土雞 對對對 蛋有很多 你知道嗎 但是我先講一下 一般的炸雞有一個肯叉叉 就是一個爺爺的那個 是 他其實是最入味的 以前是啊 但是呢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都給人家雞胸 不給人家雞腿 這個就扣分了 然後有一個是那個 滑鐵爐那一個 是 滑鐵爐誰 義大利 那個 滑鐵爐那一家 那一家也不錯 但是我發現都沒有這家入味 對啊 對 那你說什麼那個 什麼什麼 胖媽媽那一個 胖老媽那一個 你可不可以就直接講名字了 可以 這個是會被人家罵嗎 肯德基 潘老爹 他就是皮有味道 但是肉 沒有 入味 肉以前也不錯啊 也有 也有Juicy 但是入味的程度沒有這一家 哇你真的很會講 真的真的 對啊 我就跟你講 我叫雞是很有經驗 你果然是叫 果然叫雞是最厲害的 Uber 最勤勞叫雞的男人 以後這樣稱讚 好不好 好不好 叫雞的男人 好不好 那叫雞的男人旁邊 那個漢偉老師的Line 記得一下 是的 這邊 這邊好不好 注意一下好不好 這個 我每天介紹美食給大家吃 叫什麼 來 兩位美女叫什麼 美墨炸雞 美墨炸雞 好不好 大家參考一下 這吃完明天早上會想要起來 咕咕咕欸 咕咕咕啊 好像養了一隻雞 因為你叫雞 好不好 聽起來這個男人 果然雞不折食 為什麼 雞就是雞肉的雞 不折食就不選擇時間 你什麼都吃啊 不選擇折嗎 你在雞同鴨講啊 我說折食是不選時間的食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階段來 財經大頭條 老師老師 好請雞鼎老師 雞鼎老師其實你可以別那麼少來的 因為你這樣破壞畫面 本來你兩位美女的 我破壞畫面喔 對 可以一個來跟我一起也可以 沒關係 這是一個好了 這個是不是喔 真的謝謝你喔 好 講雞真的要跟著雞一起講 老師 禮拜六我去買蛋 真的買不到耶 真的耶 真的買不到我快氣死了 而且我跟你說 沒有我自己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 我本來說 不是澳洲要進口500萬克 我本來說500萬克很多嘛 我也上網去查 哎 台灣人民一天就消耗2400萬克是怎樣 對啊 但是他說缺口 有可能缺口是一天是10到20萬克啦 所以可以拚50天啊 那是他這樣講啊 可是講 台灣如果是2400萬克 代表的意思 我只要每個人 每天多吃一顆蛋就好了啊 那你就缺口 就不可能像 就不可能補足啊 你一天就完全消耗完畢啊 而且會緊張 你知道 會有囤貨的感覺 你知道 現在有蛋的人開始就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我贏了 同貨 我贏了 同貨 同貨就 大家多買了兩顆 對 然後 後端就需求 怎麼多買兩顆 要是我 就我會買三盒 我寧願 我覺得寧願過期 一定有人這樣講啊 就是我過期飯的也沒關係 我把它吃完嘛 那麼愛吃蛋嘛 把他爐起來放冰箱慢慢放嘛 對啊 Cue你來 陳昱老師 這個我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我最近去 去看到很多限制一天兩盒 比如說全聯 就大家都拿兩盒 對啊 結果我就說 是啊 結果我就聽他們聊天說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來買蛋 是啊 看到兩盒我去想買了啊 本來就是 我本來想買一盒 我看到兩盒我就買了啊 對 而且有的只是要去買麵包 你也買了兩盒蛋 是啊 就是麵包很多 然後蛋只剩一點點 我跟你講 人就這樣 麵包只剩 蛋只剩三盒 然後限兩盒你來買 馬上買 陳昱老師會不會 對不對 已經會拿了嘛 看到缺貨一定先搶掉 所以我跟你講 絕對沒像這麼簡單的啦 他們現在改口說月底才會 反正說月初就OK嘛 對 現在到月底啦 怎麼辦 那這些股票怎麼辦 機不可施啊 吃掉了 我看可能要到五六月才有辦法解決 我認為到四五月 所以老師為什麼到五六月 來你講一下 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先看一下 最近真的 這幾年真的蠻奇怪的 這幾年真的好奇怪 一下就缺口罩 缺快篩 又缺藥 現在 連蛋都缺了 很可怕 是什麼叫藥仔煎不加蛋 藥仔煎不加蛋 藥仔煎不加蛋叫什麼東西 藥仔煎不加蛋 只有藥仔吧 還有那個 藥仔淀粉啊 對啊 那個是太白粉吧 太白粉加 太白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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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 所以那個 你看 我為什麼要在Q 我沒有說他 不是太白藥仔 如果煮爛掉的話 對不對 對啊 加一點太白粉 對 好 所以你看現在連藥仔煎都不加蛋 因為他們現在直接公告說 缺蛋 那他現在有一些商品 比如說像什麼 煎蛋啊 蛋花湯啊 滷蛋啊 都有可能會無限 無限情的停賣 你看他這直接就公告出來了 喔他這個沒有蛋 蛋花湯沒有蛋花 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蠻奇怪的 那我們再看到這邊 另外這邊你看 連彰化 彰化的排隊 明天 蒸骨早味 現烤蛋糕 蛋糕也要做蛋 對 我本來以為蛋糕是開玩笑 蛋糕是怎麼做 所以現在熱狗裡面沒有熱狗 可是蛋糕裡面還是要蛋 對啊 所以你看一下他就直接也公告出來說 現在蛋真的演奏不足啊 所以你看真的是下面他直接給一個圖喔 現在缺口很大 缺蛋 營業公告 所以我覺得我們節目真的一定要現在訂閱起來 如果你現在不訂閱起來的話 我告訴你現在什麼都有可能缺 我們福利社也可能會缺福利給你喔 所以你要現在趕快給我們訂閱起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不要 我們沒有福利叫瘋狂股市 社 社 社 瘋狂股市 瘋狂股市 社就好啦 瘋狂股市 沒有股市了 沒有股市了 沒有股市福利了 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不然都沒有福利 我跟你講 我們等一下會給福利 好不好 再看下面 什麼都沒有帶 老師都沒有蛋了 那我你 什麼都沒有蛋 但是是不是 我根本是不是 告訴我有詐騙的嫌疑啊 陳昱老師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你們這些邏輯真的很怪 像你自己 你自己cue過了 你說什麼 什麼女兒紅裡面沒有女兒嘛 對啊 大家最常講太陽餅沒有太陽嘛 老婆餅沒有老婆嘛 對不對 這都可以接受 那蛋餅沒有蛋 也很正常啊 很合理啊 對不對 蛋餅沒有蛋很合理嗎 蛋餅沒有蛋還叫蛋餅嗎 啊太陽餅沒有太陽嘛 這抽油餅的 對不對 這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我覺得不能接受啦 我不能接受 我覺得怪怪的 在文外吃蛋 我年紀七的時候 比較不怕膽固醇的時候 我去飯店都是一定要吃四顆 而且一定要是 一定要吃太陽蛋 不然我翻臉 對因為比較高級的飯店 我一定要太陽蛋 一定要荷包蛋就對了 喔對 然後就煎著那個 蛋還沒熟的太陽蛋 一定要荷包蛋 喔這樣怎麼辦 這樣都沒有了 是不是 他逼我們出國 欸那旅遊概念國會噴啊 要出國買雞蛋回來嘛 沒有那麼誇張吧 沒有那麼誇張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蛋啊 每天的產量大概是 2240萬顆啊 可是需求 2400吧 2400 2400 2300 所以大概每天的需求 可能會大概少 大概50到80萬顆 沒可能不止啦 那現在是預估了 那當然農委會 他就是已經進了500萬顆的澳洲蛋 但其實這個缺口還是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新聞報出來之後 大家像剛剛講的 大家會緊張嘛 那沒事我本來就去買個衛生紙 看到蛋快沒了 趕快多買兩盒 我跟你講以前衛生紙 衛生紙可以直接生喔 你不可能你說 欸那個衛生紙之前不是缺衛生紙 大家在囤貨嗎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口罩的時候 疫情來的時候 他說缺衛生紙 大家會囤貨 囤貨是囤得很兇喔 我跟你講啊 那個囤貨可以馬上今天 24小時給人生衛生紙出來啊 我跟你講你不能就說 欸我現在缺蛋 那個雞給我叫 給我叫給我生 給我叫雞 叫雞生啊 對啊 趕快叫雞生出來 雞腳都在抖 這就叫母雞抖啊 母雞抖 這好像欸 這不做母雞抖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每天啊 只要損失了 其實因為蛋很缺嘛 只要損失1%的產量的蛋喔 蛋價就會上漲6到7%欸 所以蛋價看起來 是有可能會持續向上漲的喔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統計 現在蛋跟去年比起來啊 哇價格啊 快要兩倍了 你看日本的部分 去年同期啊 每公斤啊是39元 今年2月已經76 39乘以2好像是76欸 78 78 對76 78嘛對不對 所以差不多是兩倍嘛 那美國的話 美國的話你看 去年同期是54喔 一盒10顆蛋 那現在呢 一盒要130了 超過兩倍了吧 所以你看現在 蛋黃不是只有台灣啊 全球都在缺蛋 那中國部分也是一樣 你看蛋31塊 去年同期 今年已經漲到40塊 那台灣呢 台灣現在是 去年同期是30 欸啊 今天再漲3元啊 58啦 剛好一倍啊 資料來不及更新 沒想到它上漲速度太快了 我跟你講那500萬顆 人都有心理作用的啦 像我媽昨天還特地來 跑來跟我講 欸你有沒有蛋啊 我去買了好多家 都沒有蛋耶 我跟你講每個人都緊張 這蛋傳出去的 你看破破媽媽一定會怎樣 買蛋啦 多買幾個 我跟你講啦 那個買蛋那個比買衛生紙還恐怖 我告訴你 對啊我記得我那時候買衛生紙 已經買到很可怕 我家走路就這樣走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放太多衛生紙在家 都擋路啊 那時候衛生紙太多 那現在大家應該也是會 囤蛋嘛對不對 囤蛋一定囤蛋的啦 好不好 浩文老師家裡有沒有開始囤蛋 囤不到了是不是 沒有我準備去買母雞啦 買母雞來生蛋比較慈善 好好好來來 剛好還可以順便叫你起來 喔沒有那是公雞啦 公雞來講 開玩笑的啦 好啦那除了蛋之外 其實雞現在也缺了 那雞肉現在價格一路也是狂飆 那台灣來講 那個每年的白肉雞啊 需求大概是60萬噸 那其中有大概30% 大概18萬噸左右 就是靠進口的 那台灣呢又受到一些問題的影響 造成現在我們的土雞啊 產量也在下滑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講 你不講啊 對我跟你講雞蛋沒有就算了 連雞都沒啦 沒有雞哪來的蛋 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都不重要都缺啊 都缺啊 都缺不用問了 欸我跟你講雞也馬上變貴啦 我說我買不到蛋以後 我去隔壁的烤肉湯 90塊 一個90塊 我還想知道90塊 他說變100塊 我說啊 雞變100塊 他還跟我講他還不想賣欸 為什麼他不想賣 他說我現在毛利變少了 你知道 他很生氣跟我講 他明天可以賣更貴 他說你明天再來找我 不是他說毛利變少 他攢10塊錢 可是他他 他攢價幅度沒有散油高啊 所以90塊變100塊 可能攢一成 攢一成一而已啊 他可能散油可能攢兩成三成啊 我不知道 我們記得啦 結果怎麼辦 一週缺至少70萬隻啊 年紀也缺 你為什麼用我的哏 每次都罵我用你的哏 你為什麼用我的哏 彼此彼此啊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現在就是 情流感爆發 因為全球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喜歡用你的哏 因為哏好啊 不是啊 你這不會回 你為什麼這件事 你這樣用你那句台詞啊 你知道為什麼我用你的哏嗎 我的台詞是什麼 記得啊 記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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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回答問題 好 那美國情流感現在爆發 那現在連 美國那邊啊 或國外的進口白雞肉啊 都已經進口 就是進口量減少 然後造成現在雞肉也跟著狂飆 我們可以看到 往往上 有沒有 雞胸肉 去年同期美台金35塊 今年3月70塊 就是現在 現在就70塊 35乘以2好像就70喔 真的兩倍了喔 對 都兩倍了 雞子的部分 你看 雞腿肉的部分 還有蛋的部分 只有蛋 沒有長到兩倍嘛 聽你這樣講 所以吃兩顆雞 像吃一顆雞 可能兩顆雞的價錢啦 對啊 真的是上油啦 所以這個 很誇張怎麼辦 就看中下油 浩文老師你是 你可能 我們社會男生比較少買菜啦 你覺得這種 你就會長得無法無天嗎 我覺得如果看這種長效果我真的沒有感覺 就以前 買雞排一塊大概六七十塊 那現在八九十塊 感覺上沒有長很多 但 看這個價格 真的要說這個雞排太老闆辛苦了 是啊 你看就知道長不就知道辛苦啦 是不是 可能雞排又要長 所以老師雞肉概念股應該還會在長喔 我感覺 是蠻有機會的 因為缺什麼就長什麼 不是嗎 我們說你不要講嘛 以前不是缺口罩長口罩 對啊 缺快篩長快篩 缺藥就長藥 對啊 那所以雞肉是蠻有機會的 就斬連電 斬台積電吧 是不是 好 我們下一張的部分 來 現在因為機械的COVID-19 就是禽流感 剛剛跟大家講過 其實 其實死亡的數量是蠻多的喔 我們看到美國 這次就2020年來死亡5800萬隻 5800萬隻喔 那歐洲的部分 死了5000萬隻 日本也死了2500萬隻 台灣比較少 因為台灣量沒有那麼大 也是死了400萬隻 也是算蠻多的 所以整體來看啊 除了禽流感之外 其實還有氣候異常 其實我爸爸自己本身有養雞跟養蛋 有喔 就是生蛋雞 我爸真的有啊 我去拜見你父親一下 他說最近雞真的都不太生蛋 因為早晚的溫差過大 所以那個雞不太生蛋 是真的 不行不行那雞可以給我 好可以來我家拿一兩隻 好我要看下面的部分 好我們可以看到 那因為現在禽流感又 又剛好又碰到那個氣候變遷嘛 所以現在的 不管是雞蛋或雞啊 現在都嚴重的一個減產 所以你看 雞場啊 如果感染到禽流感的話 輕者就少了三四成的產量 重者隨便就是砍半 對 所以雞肉就是現在就是越來越少 因為禽流感的關係啊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部分 右邊的部分 因為我們就根據一下 肉雞跟蛋雞的一個 你的聲音叫得不錯 生長的一個期間啊 來去推顧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會緩解 你會發現喔 肉雞的部分喔 生長期間大概要八週 八週 從小雞啊 從蛋變成小雞要21天 從小雞變成肉雞要35天 所以這樣算起來 沒有那麼快解決喔 兩個月喔 對啊要兩個月 所以就是你這樣講啊 三四 現在三月嘛 大概兩個月到五六月咧 對啊這樣推顧一下 差不多五六月 我的股價還會展喔 老師你很專業喔 蛋的話那更久欸 那蛋反而更久喔 蛋這個蛋變成雞是差不多嘛 因為同樣吃小雞嘛 對 那可是你從雞要變成大雞 而且要變成生蛋的雞 人吃跟人 人產蛋還不一樣 人產蛋的雞 那就要15週 105天喔 還真產蛋 比剛才的肉雞還要多三倍的時間 所以蛋會比較慘喔 對啊 蛋要18週 對啊 都翻臉了 四個月 你要讓它生蛋啊 你要讓它生蛋沒有那麼快啊 所以整體來看 看起來我們看下一張 等一下我讓那個 製作人等下結束後 記得提醒我去買蛋一下 好不好 我先去買蛋 可以幫我再加一顆嗎 謝謝 加一顆 加一打 好下面 來蛋荒的部分 其實預估大概五六月 老師可是你再跟你講的不太一樣啊 蛋比較久啊 蛋比較久 因為肌肉的部分 台灣還有庫存 對 所以呢正常來講啊 你看一下 肌肉荒的部分 在專家預估都大概是六到七月份 蛋的部分大概是五到六月份 會解除啊 但是現在還有 蛋沒有那麼缺成這樣子啊 嘿 沒有沒有還還現在還沒有到五六個 還有冷凍肌肉 我懂還有冷凍的肉 對對對 所以呢現在還有 六到七月 說不定六到七月跟你講說七到八月喔 對啊 欸那位蛋花灘小姐 欸 我是荷包蛋小姐 荷包蛋小姐 好來 老師那個五到六月就會緩解了 那會不會利多出境啊那時候 那所以是不是要在利多出境之前要先付取啊 先買 對啊等到利多出境的時候 那你應該是要賣股票 至少安全嘛 都到五月份你在急什麼啊 對啊 三四月還可以做啊 所以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可以去做操作啊 好 對啊 肌肉有庫存 2.5萬噸庫存啊 對啊我們剛剛講了嘛 因為肌肉有庫存的關係 那蛋很難庫存那個 很快 就是應該很應該說是不好儲存啊 等一下等一下 老師肌肉進口要六月啊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六月啊 我現在就被長到肌肉 我漲價我找到快生氣了你知道嗎 對啊 你賣雞排店老闆嗎 你有子公司賣雞排的嗎 我說你真的是雞排店的老闆 幹得好就走掉了 沒有啦 好啦 那所以呢目前來看啦 六月最快最快六月喔 是我們防疫局公布的 就說六月才會 就是進口肌肉到台灣 才會緩解肌肉荒 所以目前來講啊 缺雞缺蛋的一個狀態是沒有改變的 好 那缺雞缺蛋相關的概念 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 這邊大概台灣就是大概有 這幾家嗎 浮壽啊 台隆啊 還有東檢這些 浮中大臣都是嘛對不對 對 浮中大臣也是 那對 老師為什麼要東檢 為什麼不要大臣啊 東檢也有喔 東檢的話它是做飼料的啊 他做飼料或者是那個假肥的啊 因為你如果缺雞的話 你是不是要養雞 你養雞 你是不是要有飼料的需求 所以我們才把它拿出來 一起跟大家分享 我也說我們餓的只能吃飼料而已啊 是說要給雞吃飼料 你要吃飼料 下次福利社該不會 一開始拿飼料出來 端出來給大家 我們體驗一下 為什麼雞都生不了蛋 他們的飼料真苦啊 真的生不出來 吃下去就真的生不出來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浮壽什麼 沒關係浮壽什麼 浮壽大臣浮風 都是真的純就是養雞的啊 那如果你要上游一點的話就東減 那東減的話等一下我們跟他講 因為他還有另外的利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檔檔股票 老師好來 浮風的部分 他就真的是在台灣從事肌肉的嘛 而且他最近啊 有持續的擴產蛋的那一塊 我們可以看到他最近就投資了17億 在嘉義啊 彰化啊 台南啊 都擴產蛋廠 那其實他過去來講 就是營收也是蠻穩的啦 那本益比的部分 就是只有大概15倍 其實還算不高 那我們從技術線前來看 你看這邊有一個缺口 剩禮拜說缺蛋嘛 馬上噴出去 缺口出現之後呢 你看最近呢 就是在回測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只要沒有跌破 這幾天震盪不跌 我認為都有機會持續的向上 再挑戰前一波的這個高點 所以這個缺口大家可以持續的觀察 好 缺口可以持續觀察 好不好 那個 陳老師你有沒有什麼缺蛋概念股 沒有因為我一直在想說缺德概念股 缺德概念股 缺德概念股 這剩禮拜的梗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你就很計較 你就很在乎我的梗 你就感受到你的誠意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一個 老師 所以老師你去浦峰大成可以一起看嗎 浦峰大成一起看 因為你會發現他走勢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大成的圖 你會發現大成跟那個浦峰的圖 大成四個黑K欸 可是感覺又一直緩步墊高 你看那天那個浦峰大漲的時候 他不是也有一個上影線嗎 哇上影線特別長 所以說下來了浦峰也是跟著下來 你看整體的型態跟剛才的浦峰 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們這一條線畫出來 就是剛才那個浦峰的那個缺口 這條線大概是在五十五十一塊 只要沒有跌破五十五十一塊 今天雖然說看起來是開高走低 但是你看這邊還是有一個小小的跳空缺口 這跳空缺口跳上去 只要沒有再回補 我認為短線上來講都滿有機會 持續再向上挑戰新高 尤其是新聞話題一直在催化之下 大家會很緊張嘛 很緊張的話就會帶動就是相關類股 跟著漲起來 我都想買了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大成的話大家可以觀察 這個缺口跟這個底部 所以大家看到相對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帶來預測 這股不要漲不漲 我不敢百分之百確定 因為我們自己職責所在 有機會蠻有機會漲 可是我告訴大家 我覺得蛋的會缺的比大家想像的嚴重 一定會好不好 我看我老師笑什麼 我剛剛想說缺斷乾淨股到底有哪些啊 但我想到 過去看過一個網路詐騙的一個影片 就是說他可以用化學原料做出一顆蛋來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化工股可能可以做出蛋來 老師不要開玩笑啊 Just kidding好不好 老師在開玩笑的好不好 我們看那一位檔案通簡啦 化工股可能比我這個肥料股 還要扯遠一點點 台灣應該沒有辦法做出來 中國大陸才有辦法 也就不行啦 相關類股可以去觀察中國大陸那一塊的 不要觀察台股的 好好好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冬簡的部分 冬簡的話其實在烏二戰爭極端氣候之下 全國應該缺糧的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嘛 那缺雞的話就會帶動肌肉價格上漲 那大概兩更多雞的話就需要更多的飼料 那更多的飼料的話我覺得 假肥的需求就會更著帶動起來了 因為黃豆玉米小麥通通都需要肥料 那再加上最近散裝航運 散裝貨櫃船其實有大漲嘛 就是那個BDI BCI都有大漲 像我們看我們這邊有寫 BDI指數啊11天漲了1.2倍 所以冬簡在這一波啊 我認為啊既有散裝船 又有那個農糧概念股 就是經濟相關的一些 它什麼都有啊 會不會缺點太雜啊 缺點太雜啊 我覺得不會啊 因為其實蠻專注 這就是它就是在散裝船 可是現行蠻漂亮的嘛 對 現行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它是長散裝這一塊 還是長那個飼料這一塊 我覺得飼料 因為全球缺糧 因為烏二戰爭沒有結束嘛 是 我覺得缺糧的問題 缺糧肌肉不就是其中一個糧食嗎 對啊 所以它還真的還是假肥的那個銷量的 對 的受益比較多就對了 對 那所以 當然它的散裝這一塊也會受惠啦 我覺得散裝這一塊 因為最近像四維行中行也跟著就噴起來了 所以它也是跟著噴起來 那所以我是覺得它有這兩個力多題材一起發酵 那從技術線型來看一下 這邊突破前波的一個壓力線 大概在43塊附近以後 你看它就頭也不回震盪之後 就持續的再創新高 底部的部分你看 一波比一波越墊越高 這個多頭走勢已經成型了 所以我認為啊 東減它後續還蠻有機會繼續再創新高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震盪不跌 比如說在45塊附近的一個買點對 好我覺得以後越缺越嚴重 你看上禮拜只一點點缺喔 現在每個人都照缺人 那個恐怖心理 大家聽到蚵仔煎不加蛋 蛋糕不做了 蛋挖它那家蛋挖它也不做了 就是大家會緊張啊 反正吃啊好不好 會吃幾顆蛋來壓壓金啊 因為壓金因為股票會漲 所以東減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浦峰大城 浦峰大城東減 這邊這邊 浦峰大城東減福壽 台榮福壽也是也是養雞蛋嘛對不對 飼料跟雞蛋 飼料跟雞蛋台榮呢 也是一樣 這些都注意一下台榮展示還不錯 所以這些真正的缺雞缺蛋的概念股 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展155天 串8個月新高 怎麼看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盤面上很多利空都沒有在跌 而且台股啊 這一波時候 那個美股啊 下修 美股這一波修了大概1000多點 但台股幾乎就是在100萬 而且你看過完以後跳空就缺口 是經典的技術線型啊 對 這根本就沒有跌破 更沒跌破啊 而且還是越墊越高嘛 巴菲特賣台股 我記得是在12 不是12 2月15號 2月15號那天 你看下修一下 馬上就墊上去了嘛 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就是 過幾天還直接創新高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看 你看這個震盪就在15350點之上 震盪 震盪之後今天再創新高 今天創了新高之後呢 我認為短線上來講 蠻有機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而且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台股就是走一個頭肩底型態 現在 只要這個缺口沒有被跌破 頭肩底的型態都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我認為啊 這幾天啊 那個多頭的行情會越來越快 大家可以看到 漲停板的股票是越來越多 今天股票真的很強 對啊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趁這一波 趕快就是留意一下 排名上還有什麼好股票可以買 當然要持續我們鎖定福利社 我們才會給福利啊 好 浩瑋老師來快速講一下 這個大盤然後三位指數 你這怎麼看這些股票 怎麼看這些大盤 目前看起來就是多方的格局啊 因為看到台股其實在2月份 全股市在跌的時候我們沒有跌 那股市在漲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出現往上發動 也代表說 這一段時間台股的盤整 就是為了現在要往萬六關卡 要往波段性高是一個挑戰 嗯 好萬六關卡 你們都覺得有機會萬六 我覺得萬七耶 萬七喔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 我上上個月 上上個月就跟大家講 頭肩底行程就是上抗萬七啊 是上萬七好不好 希望啦好不好 頭肩底好 我懂了 我懂了 就先挑戰這邊16800這邊嘛 對 對稱嘛是不是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概17000點 是一個整個問題 是可以養好你的雞嗎 不要亂叫 我會管好他 好不好 不要亂叫 閉嘴 你看你一打他叫 這鞏 這鞏不錯 我覺得 Coco這個點不錯 這個鞏不錯 然後閉嘴還在叫 你看你越打他 就是有點 M的 M的 越打他越叫 不行現在很缺 這不是M啦 越不聽話啦 好不好 說錯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其實外資最近大家不是說美國要升級兩碼嗎 那大家很擔心外資車資 其實外資還在買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樣部分 外資今天又買了84億嘛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看 籌碼面 技術面都偏多了 大家真的不用太緊張 對啊 這個外資投信 而且像外資好像 隨便買 反正台股隨便漲 很重要 他賣台股也會照漲 好不好 主聲段快要來了 好希望如此 謝老師 謝老師 這個快完蛋了 雞不可撕 雞帶概念股 還會噴 聽了以後 何不浩蛋小姐 你還有想要買蛋嗎 要啊買起來 你要買起來 你真的會買嗎 你有擔心這件事情嗎 會啊 我每天都要吃蛋 你每天都要吃蛋 吃蛋 那你去還沒買蛋 去Seven 真的會買蛋嗎 有有有 還買得到茶葉蛋 所以你是吃茶葉蛋就對了 對 吃屁屁蛋 屁屁蛋是什麼 屁屁蛋然後什麼東西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亂這一個 屁屁蛋是什麼 屁股蛋的意思嗎 我也不懂 是屁股蛋嗎 不要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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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有時候 你知道諧星最可憐的是什麼 是什麼 有時候最可憐的是 講人笑話的時候 沒有人想理他 我們要這樣爛動 好啦開玩笑啦 不是 陳老師你講比較好笑的笑話 我們再講嘛 講不出來就算了嘛 好不好 我們不要為了笑而笑 不要難過我再給你機會 好來來看一下下一個 全新科研 全新的部分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我手機去庫存已經去到五到六個月了 所以深化家三雄 大家可以看到不論是穩帽全新 洪捷科的部分 其實啊最近已經從底部開始翻揚向上 不斷的再創新高 那在我們深化家三雄當中呢 基本面最好的就是全新 那全新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技術現行的部分 這兩天啊 這幾天啊 他就在80塊附近啊 他足了一個底部 而且出現了一個W底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現在畫的這邊80塊 這邊第一個底 現在是第二個底 然後今天呢 突破了月線80塊 那所以呢我認為今天突破之後 搭配的價量 蠻不錯的 因為他沒有爆大量 沒有爆大量的話 後續就有機會 持續的再創新高 而且他在累積製造廠 是全球前三大的 所以我覺得後續是持續看好的 那另外也跟大家講科研的部分 科研的部分 大家看到科研應該就想到我吧 我的膝蓋 是的 科研的玻尿酸 玻尿酸 玻尿酸嘛 我們講很久了 那他是做玻尿酸的相關類股 那他的技術成分是非常高的 已經得到國際大廠雀巢的認可 每年也簽訂了12萬劑的一個 就是產量的一個訂單 所以我覺得 那個科研的部分啊 他現在營收獲利都持續的增長 股價呢突破70塊之後呢 也不斷的向上攀升 那從KD指標來看 也出現了一個鈍化軋空的一個訊號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來講 還滿有機會持續的向上軋空 大家可以持續留意這張股票 好啦 我想起來你的膝蓋嘛 因為我們準備那個VCR嘛 你之前膝蓋62塊的時候就不好嘛 到72塊的時候比較好一點 因為就打了玻尿酸嘛 打了玻尿酸 好 我們請看VCR 我認為短線上來講 你從不管是從KD指標 他維持向上 而且你看今天也是SOHO 他強於大盤 所以我認為這幾天 是有機會挑戰前波的高點 60塊的整數關卡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科研這檔股票 哇 漲24%欸 對啊 對啊 為什麼你跳得我感覺比較晃的感覺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因為他膝蓋比較好 跳得比較高 你膝蓋比較不好 跳得比較低 是是是是是 好啦 開玩笑的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玉金光跟雷虎 老師你好 對啊 因為今天台股最亮就是那一道光 就是大力光亮燈漲停 是啊 所以今天幾乎台股當中有光自投 大力光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來 對 他這個 古王的復仇啦 對 二月份營收爛到爆 36個月的新低 為什麼今天可以給你暫停啊 對 因為他說三月份會比二月份還更好 所以 因為股價我覺得有點利空出鏡 大家覺得這個未來有轉機性 那股價也跟信華有一點比價的一個效應 所以今天幾乎有光自投全面性大漲 跟信華啊 2450 跟多少 一個2400 一個2670 然後是這個在PK啦 對啊 再拼一下 到底台股真的股王是誰啦 所以說今天幾乎有光自投的股票 都全面性的大漲 所以你想要大力光漲停板 但玉金光就不會被落後了嘛 因為他是台股當中光學股的第二高價的股票 那玉金光什麼題材 但大家也都知道說 跟蘋果的手機鏡頭有關 另外他有所謂VR題材 那上個禮拜五這個美股當中的META 股價大漲了60% 因為他正式宣布說 他要把VR頭盔降價 而且降價不是高達4成以上 所以大家會對這個所謂相關的光學鏡頭股 我覺得有一定的一個想像空間 那大家會說 那有光自費的都會大漲 所以今天有人問一個很可愛的問題 那為什麼今天星光金沒有大漲 那還是要跟大家講 你要看不同的族群 光學鏡頭 不管是車用的 不管是手機零組件 只要大漲股價續漲 我覺得玉金光 或其他的車用鏡頭股票 都還是有機會的 老師 老師你這樣問的時候 真的有人會來問星光金為什麼沒大漲 對 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我要解釋一下 不是有光就好好不好 星光金這個應該是 重點是金不是光 不是光 好不好 金龍虎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來 那下一檔當然是在雷虎 因為去年虎年最兇的老虎就是雷虎 來到兔年 雷虎還是非常的兇 那本身它就是所謂的一個無人機的題材 大家可以發現到無人機的題材 雖然說雷虎 還沒有看到獲利的數字 一般來講 它的無人機出貨要等到今年的10月 但股票有趣的地方就在這 只要利多還沒有實踐 想像空間還在的話 股價就連番的往上拉高 而且雷虎本身沒有信用交易 所以這種股票的籌碼 我覺得就相當的穩定 只要這種籌碼沒有衝動 沒有爆量不漲之前 可能我覺得股價 都還有後續的一個想像空間 都有後續的想像空間 就是雷虎的走勢 去年虎年嘛 現在突五年嘛 會不會來個長個12年又到虎年了 沒有啦 開玩笑 長太多了 第三個 雖然陳老師有時候講的笑話很好笑 不記得很好笑 後面的笑話就 有點加拿才進了 可是他介紹的股票還不錯啦 好不好 大力光跟群創又是個光 老師 老師你人生就是兩極化你知道嗎 不不不 賺大錢 賺小錢 其實有時候 一千塊兩千塊 我不一定是在講笑話 我是在陳述一個事實這樣而已 好對不對 我們先來講這個 你要我笑是不是 對對對 看我們笑一下 好好好 其實我們來講一下大力光 不是大力喔 是大力光 OK 那今天大漲 我們先敲一下3362好不好 因為剛才這個漢偉老師已經有提到 我們順便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先進光 領先的12345678 所以他是領先指標 其實他是領先指標 為什麼 現在淵家變淵家 他持股超過百分之15 對不對 所以要先進光展你就要開始佈局 就開始你就要去注意 大力光 喔對齁 這 真的是有小問耶 我跟你講 有 這個我這個我不會不亂接了 我沒有什麼意思耶 到這裡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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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剛才漢偉老師講到 大力光講實話 這是一個原因嗎 對 因為過去他每時候講 下個月會更差 下個月會更差 你什麼時候可以講 下個月會更好 就這一次 所以他就覺得說這興奮了嘛 然後加上剛才先進光 切車用 還有他有投資一個 大根啊 光學啊 這個也是車用的 那這些的效益會上來 所以我覺得 大家確實我們把大力光 圖形把它縮小 說實在的齁 機期很低耶 那我們用已經公告的EPS 已經公告的喔 算本益比其實 不到15倍 那如果未來會成長 只要超過15% 現在的股價應該都還有機會 好 謝謝老師 大力光好不好 下一個會更好 下個月更好嗎 我們也期許你下個哏 可能更好笑 好不好 當然當然 不要自己講哏的時候先偷笑了 這樣不好笑 這樣就不好 大力光跟勤轉 如果是暗示你這是梗 你就可以先笑 好好 2000塊 你看老師我們選人生兩級耶 2000塊 10幾塊 老師來看一下勤轉 也不要這樣啦 因為現在大家不要 覺得說每次我們在講2000塊的股票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生理我 這個股票理我很遙遠 那怎麼辦 買零股 不要塔就好了 我一直在那講這個 零股就好不要塔 你再我想到一個就是 蛋塔如果沒蛋怎麼辦 就塔 就買塔就好啦 最近群創很強 很多人會覺得說已經漲這樣 已經漲一波上來還可以 是啊 很誇張 但是我要提 幫我切周線好不好 周K線 如果我們從周K線的角度 我們縮小一點來看 你覺得這個底部夠漂亮嗎 漂亮 夠漂亮 可是我已經漲多了 還好啦 找等一下機會 要不要加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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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加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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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元底加蛋 就是那個頸線的位置 幫我拉開一下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頸線 老師要這樣子14塊耶 大概在靠近就可以 不一定要真的跌到那個地方 好 那當然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現在15塊 銳聲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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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講面板 第一個庫存在機器 已經消化差不多了 現在已經回到正常水位 銳聲光電是什麼 等一下我一步步講 不要急 好 沒問題 加蛋 好 再來就是說 我們最近有聽到 就常產業界 電視跟IT的面板已經有集單了 再來銳聲光電 他投資的小金晶 三月掛牌賺這個上市 我們幫我敲一下 銳聲光電 做什麼的 銳聲光電 做S光檢測的 那當然 群創供應他面板 然後他做S光檢測一條龍 那其實最近一段時間 他在新貴是一路的 一路的上漲 這個銳聲光電 醫療用的那個S光嘛對不對 對 而且未來也會切到工業 各種甚至半導體檢測 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你看他這一波 我覺得 這也有帶動的效果 難怪群創是小金晶母 難怪這一波群創比有打強 對 因為以前就基本面是有打比較強 對 去年前年都是這樣子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一段 好不好 謝謝老師 雖然笑話有時候 見仁見智啦 好不好 可是這個選的股票 是真的還不錯啦 見仁也是有智慧的 見仁見智 你要幹嘛 不許你這樣說志祺 我不許你這樣說 好 好 我們來看價格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燈燈燈燈燈 請看我們老師 台股串八個月新卡 中國國務院發布後 數字中國概念股環標 是什麼叫數字中國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來 對 什麼叫數字中國 我們先來看這個重點 就在這個 資訊大國這個區塊 因為這一次所謂的 中國的二十大上面 中國宣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叫做數字中國的政策 它預估到2030年 整個數字中國的產值 可以達到 三十七兆人民幣 哇 非常可怕 那它也列出了什麼 2522 跟台股市值差不多了 2522什麼 就是兩大基礎 五位一體 兩大能力 兩個環境 這個都不是重點 因為中國非常會做文宣 對啦 兩大基礎五位一體 兩大能力兩個環境 隨便你講嘛 對隨便你講 但重點在它有沒有機會實現 我們講說 你會發現到在2015年 中國推什麼 中國製造2025 當後面被美國打下來 那現在它 就是推這個製造 對那這次不推製造 我跟你說我要做一個數字的經濟 我要做一個大數據 做一個AI 做一個所謂的資訊 整體的服務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其實機會很大 因為為什麼中國製造沒有辦法推成 就是因為中國是全球的製造工廠 但大家不把單來到中國製造的時候 你就一定推不成嘛 但是中國的數據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寶庫啦 因為你想想看 在美國 在台灣 你有隱私權 你有肖像權 你在中國沒有這樣的問題 它愛把你數據怎麼拿來用 就能夠怎麼用 所以 大數據特別準 對特別準 因為它什麼都可以拿來用啊 你的祖宗巴大隊可以幫你挖出來啊 你在微博上面 在這個微信上面講什麼話 它都可以幫你收集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能是中國 未來發展的一個重點 當然會帶動到比較大一個商機 會跟大家怎麼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大家關心 是在這個美國的一個部分啊 就是這個禮拜其實這個禮拜二禮拜三 報要在這個國會作證 所以相關的一些所謂的利率的政策走勢啊 未來通膨經濟的發展 可能對這個禮拜的資金面 對美股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那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相關的一個數據 大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都是會有升息的壓力存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Faywatch 目前對於升息的預期 大概可以看到啦 就是說3月份目前的預估啦 大概升1碼的機率還是71個百分點 升2碼的機率大概是可以 大概是到28個百分點 所以我覺得在3月份 升1碼的機率其實還是相對比較高 大家真的不用太多擔心說 會不會3月份直接升到2碼 目前以這個利率期貨的一個預期來看的話 應該還是以升1碼為主 那到了5月份到6月份都各升1碼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原本大家預期說大概可能最快9月 最慢到年底會有降息的一個機率 但是隨著最近的一些利率啊 隨著聯準跟官員的談話出來之後 目前看到這個正式開始降息 可能會拖到明年的3月份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最近在美股 除了上個禮拜有大漲之外 其實整個2月份3月份表現都不好 但是你會可以看到一個重點什麼 市場對這種升息的預期 對高利率的環境其實越來越習慣啦 就痛久了你就會覺得好像也沒那麼痛啊 久不一定成年一啊 痛久也不痛了啦 沒什麼感覺 就沒有什麼影響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股今天大漲創新高 美股部分好像上禮拜陷阱比較弱 但是慢慢也回到水 比較偏向多方的軌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消息 你可以把它放在心上說 到底會升一碼升兩碼 但只要不要什麼 到了下半年繼續升下去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影響不會太大 大家真的不用太會緊張 總共升一碼兩碼也不重點 華爾街想的是說 是不是反正今年頂多就這樣子了 對最多最多就升到這個5.75 對啊5.75 好老師那我們講到這東西啊 數字中國看起來這個 美國熄火中國啟動嘛 可是中國真的啟動嗎 像個最新的八卦啦 那個莫比爾斯他以前哇賽 講中國多好啊 這把最新的錢不能領出來 我都不敢把錢存到中國 對我上海的錢我會領不出來啊 是喔 對因為我三年沒學 被電禁止過都會領不出來 還是要人去一趟才會幫他領出來啊 對啊 不能透過網路什麼的啊 不行他一定要因為他實名制嘛 老師應該也蠻瞭解 中國跟香港這一塊嘛對不對 之前就都領光了 算你聰明喔 我跟你講我每天去Seven領到那個 我去櫃台都覺得我是車手 真的喔 對啊 你很聰明欸因為是小額嘛 小額多少那時候小額多少 你很聰明欸 沒有他可是他一年最多就 就是你ATM怎麼領一年最多也 我呃有一個限制啊 就然後我要 好那五六十萬而已齁 我就跨一個年 馬上給他領 對再繼續 一天領一次啊24小時 對啊 哇很麻煩啊 那搬錢很累齁 對所以我們講說投資中國 你現在要擔心啊 但我們今天跟大家講比較多 我覺得你要投資中國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做好齁 準備現在有ETF 可是你看他現在沒有ETF 你不出錢來怎麼辦 我覺得到時候流動性風險啊老師 對啊 對但我們講說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 就是台股啊 所以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會有問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以現在為什麼講說 這些所謂的一個 數字中國 是最近大家留意到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去研究一下 對岸券商的報告 全部都跟你講數字中國 比方說你看最近的港股啊 最近類似我們看一下 中國移動的一個股價表現 這種大牛皮股喔 就是做電信 你可以想像說中華電信 然後台歌大跟遠傳電信 可以一天漲快要漲停板嗎 應該很難看到這樣的情況 嗯 但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 最近的表現都非常強 都跟數字中國有關 那蘇中國為什麼這些電信股會強 因為它是基礎建設嘛 它未來要5G到6G 到一些所謂基礎建設的部件 甚至你的通話費 你的一些網路的一個聯通 都跟他們有關 老師有時候我覺得喔 政策先走 政策就是先走 然後甚至政策還沒走 股價先動 股價會先動 因為你說基本面有沒有起來都不重要 因為我說老實話 我自己去用喔 我用了5G 你知道我用了5G 用了半個月後我怎麼用嗎 我直接把5G停掉 可是不能降費率 我直接用4G 因為5G的波長比較短 喔 都有時候收尋不好 我每次搜尋它的時候它就LAG了 那它會搜尋不到5G才轉換到4G 從搜尋到5G再轉換到4G的時候 我受不了 我直接全部都用4G就好了 所以5G一點都不實用 你懂不懂 我是說實在話 它要到普及 要非常長的一個段時間啦 對啊 所以這個我想說 股票你說它真的有多少的貨利 我覺得不重要 我們講說為什麼你要留意到數字中國 因為這一次在二十大全會裡面提到一個重點 它要把數字中國各省會 未來投資的金額納入年底的考核 這個就非常的嚴重了嘛 你如果今年這個上海市 相關的基礎建設不夠的話 你可能上海市長要掉關耶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代表說 中國本身 要砸錢的 對它砸錢的一個速度會出現加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概念 因為現在中國現在真的蠻慘的喔 我其實看到像中國 比如說失業率比現在都嚴重 以前都招工 現在哪邊有 哪邊一直有缺招工 是幾百人在排隊 對 這個我常常看到tiktok最近 最網紅最新的新聞 剛才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大學生在哭啊 哇他們說 哇因為把自己變成大學生來訪問 我不好找工作啊 哇說那個 反而就覺得他沒有那麼快學到做人 做事的道理 這個我剛才看的我想說 哇這麼誇張 大陸現在這麼難找工作啊 所以我覺得蠻嚇到 所以感覺這個中國現在有一些問題 可是也因為有這些問題 我一定要加強基礎建設嘛 加強一些能力的需求嘛 所以老師這些基礎建設 這些概念股怎麼看老師 好所以我們幫大家選出四大產業 這四大產業不是空穴來風啦 因為我看了非常多中國就剛剛報告 他提到數字中國就以四大產業最受惠 有網路基礎建設 有光通訊 有資料中心 有資訊安全 所以當然我們幫大家找出 相關的一個具備代表性的股票 有這個智邦啊 仲達KY 信華跟安基資訊 你看到相關的一個題材 然後智邦 因為過去中國營收比重降到三成 所以他沒有受到整個中國經濟下滑的一個影響 但我們講說如果未來數字中國的話 他可能營收比重能夠拉高 對他股價就有比較大的一個幫助 那又比方說像在信華 本身股價跟這個大力光 有點越拉越近的情況 但是他本身是在遠端的電源管理IC 就是伺服器的區塊 目前全球市占是超過七成 所以如果說中國未來接下來 要大力發展所謂的資訊中心的話 我覺得其實信華是有機會受惠的 那來我們看一下當中兩檔股票 我們帶現行給大家看 第一檔在這個497的重達KY 剛剛提到了 數字中國的題材利多 所以未來我說十年的商機是可以期待的 因為未來十年他們會列入到 各省會的一個績交的考核 所以當中我覺得 其實整個社會題材是比較大的 那當中重達因為本身它是KY股 所以它中國其實營收比重 佔比是相當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現在的股價來看的話 它是有機會能突破125塊之後 更往前摸高原做一個挑戰的動作 今天漲了7個百分點喔 那另外看到一檔股票叫做安基資訊 那大家可以發現到這個量是比較少 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它本身股本大概只有2.2億 所以流動性是比較不好一點 但我們講安基資訊它的題材在哪 第一個去年是賺了7.92塊 大部分都是在政府的專案 所以它獲利相當的一個穩定 那安基資訊你看這個雞 代表它是紅雞集團的股票 我以前講雞排的雞 我以為你要缺雞概念股票 對啊 有關啊有關 你知道我現在只要雞 就文雞起舞啊 五雞便是雞就是缺雞 對 就文雞起舞啊 你要說什麼啊老師 好沒事 你的梗沒有挖笑對不對 那就不要講了 我比較好 所以我說紅雞集團為什麼很專案 除了缺跡以外 紅雞集團真的養了很多小經濟出來 你看最近其實在這個新櫃裡面 有什麼紅雞遊戲啦 紅雞制衣啦 我們打一下紅雞制衣的線圖出來 紅雞智慧醫療 是這樣長的耶 做智慧醫療 它做AI的幫大家做這種新電圖 也是光片的 AI的這個所謂的判讀 最近股價是大部分往上噴出 所以整個紅雞集團我覺得 你發現到最近很多的軟體資安 網通的股票都開始出現轉強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安基資訊的一個線型 你會發現到它大致上就維持一個多方軌道 持續往上墊高 現在離前波高也相當的接近 那目前我覺得整個資訊安全是整個全球 甚至台灣跟大陸未來主要的一個議題的所在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 資安相關的 或紅雞喜歡的股票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一併來留意 好 希望這些股票都可以噴出去啦 好 希望中國平平安啦 我覺得他們的景氣更趨 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兩岸更不會有問題 我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謝老師 謝老師要告訴我們這些 哇 今天講到雞沒那種刺激 就文雞起舞了 文雞起舞了 我歷史講的哽 Q的哽冰這個好 好 是 你要跳起來一下 你上次來講雞是做真蹲嘛 你今天要跳個舞才對啊 你說你講雞我就跳起來 對 文雞起舞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學到東西 有沒有 所以缺雞概念股 哇塞 我們學到了 數字中國概念股也學到了 台灣股市也創新高了 好不好 希望這個台灣股市 應該就是最好看通我們的力據 看通我們的器具 為什麼 因為這個蛋越來越貴 股價也會有機會越來越貴 好不好 所以要訂閱我的頻道怎麼樣 開啟小鈴鐺 然後那個 還有按讚留言 按讚留言 那麼每週一堂 週五晚上八點上線 135是解盤影片 244是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口號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嘖嘖救救我 救救我 你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什麼舅舅你 不給你舅舅來頂啦 這是我覺得要千金頂啊 千金頂 瞧想這樣頂 就想說八點好不好 欸 怎麼都不對到啦 怎麼辦 欸 我這個簾蜆蜆蜖 等一下來 leuk 怎麼辦 啊 要了 為什麼說這也好看 還真的嗎 都不是耶 我沒禮東西 超單的 這歡迎他們 идtı 這個的草莓 哇 impactsp Study dellaole 穿著什麼褲子 完全血淡良了 0 雷 hots call nut boom 我們8點 注定前称 這還是多少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eeFeeFee